登登登登登 我又来开箱啦 这次买的是Dior家的一款小配饰 这次是在官网买的 然后它给我邮寄过来 还蛮快的 差不多三四天就到了 这是一个小卡片 上面有印我名字的全称 然后这个卡片是一个全法语的卡片 我根本就看不懂 但是真的很好看的一个字体 好让我们来拆拆这个东西 是一个小丝巾 是Dior的推类系列的一个千鸟格的丝巾 我觉得真的好好看 我本来是喜欢那个老花款的 但是老花款是蓝色的 而且它最近又出了一个新版 我觉得新版没有旧版好看 所以我就果断下单的这一款千鸟格的 准确来说不是黑白的 它有点像香槟金色的 非常高级的一个配色 我之前在小红书看到了好多这种搭配 它们都是把它挂在脖子上 简单打一个截就可以了 我比较喜欢千鸟格这一面的 但是我今天这一身搭配可能不太适合 就穿那种西装之类的 比较适合 正好春天的时候可以用它来搭配 或者是把它缠在手腕上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首先先用皮筋选一粗头发 把它绑起来 然后把这个丝带从中间穿过去 因为这样可以固定一下丝巾 不然太滑了 就容易全部都滑下来了 我突然觉得这样子也蛮好看的 让它自然的夹在头发里 为什么觉得这样也蛮好看的 我就先简单的一边 尽量把绑带都露出来 跟小红书的那些创大博注 绑头发真的特别好看 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绑出来那种效果 这个长度也刚刚好 还能流出来一截儿 找一个皮筋 在尾巴这儿绑一个小截 蝴蝶结是不够了 真的好喜欢啊 没有后悔买这一款青鸟哥的 如果有人帮忙的话呢 也可以扎一个低马尾 然后把这个丝巾绑到头发上 还可以哦 还可以 好看 其实我的这个头型不太适合 绑帝马尾 或者把这个帝马尾 弄到旁边 也还蛮好看的 太喜欢了 我太喜欢了 这就当做我的一个新年礼物吧 我真的不得不说非常喜欢 迪奥的这个包装 小卡片也非常有质感 都不舍得扔了 这该怎么办呀 那么新年马上就要到了 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大家过年好 然后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呢 能够平安顺遂 时时顺利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啦 我们新的一年再见啦 拜拜 拜拜 我最近这个腰绳稍微有点瘦 之前穿特别紧的裤子 居然都没出来这么多 但是为什么我的脸不瘦啊 就脸这边鼓鼓的 就像是很肿的样子 今天是穿搭 呀怎么样把这个裤子腰瘦一下 就好了 剪刀手 万年剪刀手 我到底在干嘛 就好了 不接下来